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静怡 来看到2017扭吹来曲线管理挑战赛 第一梯次的赛程 在7月8号正式开放报名了 各体验中心都吸引许多直销商与会员组队参赛 报名时参赛者得当场测量身体质量指数B&I 确定指数大于20才能符合参赛资格 那么挑战方式除了两周累积走14万步 以及八周的挑战赛 还新增加了双周运动抽好礼 以及四周打气奖的挑战模式 现在就带您去看看报名的盛况 八周后我要六块鸡 我要找回我的仁余线 城市最美的风景线是我 耶 眼神坚定充满自信 伙伴们大声说出目标 就是为了参加2017扭吹来曲线管理挑战赛 曲线管理进化真实开始 下午两点报名开始 排队的人潮没有停过 填写报名表领号码牌 再让工作人员审查参赛资格 还要当场测量各种身体指数 我年龄是20 身高170 除了梁身高 还有很不想面对的梁体重 这位29岁的杨小姐超过100公斤 体脂肪高达42.6% 她笑说自己已经赢在起跑点 我希望这次活动可以刷个10公斤左右 那对自己有信心吗 非常有 没有参加过什么减肥比赛 可是我也很努力的 对对对 你们对名是 猪猪大翻身 站在背板前让工作人员拍照 看看八周后整个人是不是能小一号 不过想要赢得比赛 除了下定决心 还要有作战计划 反正跑步或是快走至少一个小时 然后再做那个核心的 然后就是晚餐尽量不是电粉类的东西 还有这一队也是中广身材 转个侧身摸摸肚子让我们看一看 他们也期待来参加比赛更有动力 能八周变形男 你们对名是什么 瘦成形男队 享受哪里 肚子一定成形男 还有这一队是表哥代表弟来报名 因为身上的坠肉真的是越看越不顺眼 我们要就是人鱼线跟六块鸡 现在只有一块 现在只有一块没关系 大方秀出肚子更能证明自己是潜力骨 他的表弟也希望三十六腰的肚子 能赶快消下去 全身都不满意啊 因为太胖了 现在几公斤 现在94 只要八周后 团队中每个人体重减少6公斤 而且体质率减少3% 每个人都能拿到6000元的抵用券 奖品丰富 有夫妻党一起报名 第一个应该是不要吃宵夜吧 这是我最大的障碍 饮料呢 对对对 然后还有每天的一万步也是一定要执行 以前的人鱼线才很明显 哎呀开玩笑 就这两年它消失了 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短短一个小时 安利桃园体验中心就一百多人完成报名 伙伴们热情响应活动 不只为了奖品 也希望透过竞赛 让自己成为城市最美的风景线 区线管理一定要赢 Yeah HT上丘屋 Yeah 安利新闻先安林博元桃园报导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